訪進別人家裡頭 把肉丸塞進冰箱 強迫老人家掏錢購買 最近新竹縣關係鎮 出現了賣肉丸跟疾病的小貨車 那麼會直接開到 人家住家的門前 一開口就說他要賣 沒有想到老人家拒絕 這男子乾脆拎起了好幾袋肉丸 直接走到門口 一路進到冰箱 拔開冰箱 把這七八肉丸塞進冰箱內 接著就跟老人家要錢 這樣的行為不但嚇壞老人家 也讓家人知道之後 相當的不高興 小貨車開到住家前方 男子向老太太強行推銷 自作主張說要送老太太蒸籠 隨後再直接拎著好幾包肉丸 闖進屋裡嚇壞老人家 他就拿兩包肉丸 我就說我不要買這麼多 他就沒關係啦 沒關係 他就自己進廚房去 冰箱打開來 他自己一直塞 一直塞 冰箱打開 裡面塞得滿滿滿 男子不顧老太太拒絕 硬是把肉丸塞進冰箱裡 裡面有東西搬出來 我說這樣不行耶 他一直給我搬啊 最近在新竹縣關西鎮 出現兜售肉丸和疾亞冰的小貨車 專挑老人家下手強迫推銷 還會故意亂喊價 原本七包肉丸要收一千塊 後來再改口說七百塊就好 強行收費讓老太太的家人相當不滿 老人家沒有反抗能力 那如果有錢 那給你 那如果沒有錢 會是什麼下場 你這樣對待老人家 我們當然做年輕人 我們會害怕 根據了解這家肉園 是熱門的網購店家 業者無奈表示 下游拿完貨之後 就是買斷關係 但會持續輔導 避免類似的事件再發生 而這樣的行為也已經觸法 違者可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還有刑法的強制罪送辦 提醒銷售員不要以神釋法 記者新竹綜合報導 記者新竹綜合